很難搞,匯控有比較多業務,超過六成的業務,都還在歐洲方面 現在歐洲很暖,無論是大國家,德國法國又要去救人 這些小國家,西班牙等國家又負債累累的話 接下來他們一旦要面對一個所謂相抵衰退的話 對匯控在那方面,地區的收入都會受到影響 另外一方面,匯控要裁員,但實際成效大不大 你看得到,他們來到香港裁員就知道,歐洲那邊要減人手 其實整體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為要賠錢給人,做遣散費等等,其實都會拉高他們的成本 但如果要在一些新興的市場裁員的話,不但效果不大 甚至乎都因為這些裁員的情況,都令到這些地區的收入都可能會減低 所以匯控我自己就覺得不太好 會不會有機會下市,跌穿60元也守不住呢? 如果你說短期來說,都要看歐債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說希臘一旦是違約的 或者整個事件進一步蔓延到一些比較大的國家的話 對匯控短期的走勢都會有些壓力 因為畢竟始終匯控都拿著不少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德國、法國的債券 但如果你說這些債券是要減值的話,對匯控的股價都會有幾大影響 另外看來內地的內房股,因為最近都跌得很厲害 好像今天這樣 因為其實9月、10月是賣樓旺季 但現在因為限救令的原因,令到一些成交不好 一線城市下跌,連帶二線城市都全線下跌的成交 好像中國海外一樣,今天都跌超過7% 華潤智地也跌超過6% 其實你是不是都不是看好這個內房股呢? 內房股其實由我,今年的第一季開始就已經是不太看好的 因為說到最後,國內的政策始終都是當著這個產業 即是一些城市,如果樓價升得比較急的話 繼續有些限購、限價的措施會出台 如果你說樓價不能升,或者成交跌的話 對於一些內房的開發商 特別就是之前買地買得比較多的地產發展商來說 影響力都是比較大一點的 根據一些數據顯示 假設在未來這一年都沒有一些新的光應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內地的房地產開發商 都要用整個年半的時間才能夠將它們手上的存貨 全部賣得清 代表著存貨積硬的問題這麼嚴重 對於整個營運資金,或者一些貢供比較高的公司來講 影響都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板塊短期來說都不應該碰住 如果持有那些怎麼辦呢? 一直都不太看好死了 持有的話,看有沒有機會反彈的話 都要減榜先行 雖然你說這個價格距離一些高位都叫跌了多少 但是由於前景都不是那麼明朗 又或者整個成交或者樓價去到下半年 都還有機會是下跌的話 這些位減遲好過到一年尾才減 即是忍心一點都要蝕住都要分住房 另外,這個內地樓市不好的話 連這些水泥股都大受影響 就看回到,好像今天這樣 個別的水泥股跌得很厲害 好像這個安徽海鑼跌了一成一 山水水泥跌了超過6% 其實看這些水泥股,其實它跌得那麼厲害 原因都可能是接下來 又說內地保障性住房 因為地方資金不夠就可能要停 其實水泥股又怎麼辦呢 幾個不利因素都還困擾著這個板塊 如果你說剛剛說保障性住房 我自己就覺得地方政府現在都是負債累累的 都還欠人多錢的 如果你說他們接下來真的要還債的時候 再加上他們現在賣地收入是少了 所以你說他們有沒有充裕的資金 繼續建保障性住房 我自己就不是太樂觀的 此其一 第二方面就是本身都有很多基金 其實之前都是持有很多水泥股的股份 當然你說那些基金都是在 之前幾個星期才開始拋售 才開始洗倉的話 就未必會那麼快重新吸納這類股份 所以無論在基本因素上 或者技術層面上 我自己都覺得這個板塊都是要引引手先 就是水泥股接下來持續都會跌下這樣 中短線來說我會覺得都還有一個壓力在 至於你說長線來說 都真的好看回整個房地產的發展 和整個基建行業 究竟在國內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增長才可以決定 始終你說這個政策都是金融海嘯出現之後推出的 就是說很多居民 其實都是可能一兩年前都是買了這些電器 當然你說經濟不是那麼好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都是被裁員的話 在一個沒錢的情況下又沒有補貼 那還會不會去到大手去買這些家電產品呢 那我自己覺得那個機會就比較微一點 那如果你說一些城鄉居民 來買家電的數量是跌的話 那對於這類股份都還會有一個壓力在 畢竟說這類股份近期才開始跌 我相信跌幅未必會那麼快完 好 麻煩你今天Jason長進分析 今天我們點了這個菜式 就叫做墨西哥薄餅 配這個雜粉蘑菇 配這個也有Margarita 看到它很脆綠 熱情我可以加菠蘿汁 我們試一下 等一會兒